好 今天的守护天使系列报道 我们要带观众来了解纽约地铁的守护天使 由于执勤时他们不能有武装配备 所以除了要受过严谨的武术训练 还要搭配至少四个人一组的群体战 才能够对抗纽约地铁里 不是刀就是枪的这重度犯罪啊 来看我们来自纽约的专题报道 纽约地铁的守护天使 虽然受到纽约市民的爱戴也有遏止 犯罪的作用 但是由于不能携带武器 所以执勤时常常身处险境 这时候就要靠超强的武术来治敌 尤其是对付层出不穷的精神 有问题的持刀杀人狂 纽约的守护天使呢 在地铁遇到犯罪的紧急状况的时候呢 他们有权可以先逮捕罪犯呢 用手铐逮捕罪犯 然后再等待警察赶到现场 在枪支泛滥的美国 纽约地铁的守护天使 要经常面对的不只是刀 而是更多的枪 这时候没有武器配备的守护天使 就得靠群体战来制胜 在我们跟拍的过程中 不断有地铁乘客 主动向守护天使致意 甚至要求合照 尤其是创办人史利瓦 更是当年打击犯罪 家喻户晓的英雄 而在下一集的守护天使系列报道中 我们将告诉大家 守护天使的训练过程 以及他们如何帮助其他国家 建立当地本土的守护天使组织 东西新闻 王一如唐伟杰 在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